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参赛的两位选手 都是以性感配合的风格而出名 所以本次比赛 在性感装的基础上 还增加了一条换装速度比试 以增加难度 在规定时间内 换装速度越快 妆容完成度越高的 将获得胜利 所有人沸腾吧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迎来目不一试 竟然是目不一试 什么是目不一试 这是我在报道内部资料里 看到过的一种训练方式 模特进入目不之中 每一次目不落下时 他们都需要换好衣服 整理完妆容 更可怕的是 目不会越降越快 如果来不及 走光 丢人 出丑 需要 你不要以为时尚的舞台很简单 有时候它比社会更加残忍 下面第一轮比赛正式开始 时间到 好快 冷温速度都很快 接下来录取谁手 敢来谁都无法猜测了 第二个比赛 现在开始 他们必须在十秒钟之内 换上性感的衣服和妆容 否则的话就会失败了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秒钟时间到 请参赛选手停止动作 怎么会出来了 不是吗 对啊 这么大的时候啊 是不是啊 维多利亚在规定时间内 没有完成换装 本次比赛最终获得胜利的人是张崇锦 张崇锦 不是啊 刷很紧的啊 既然输了 维多利亚 这份宣装令 你也签上名字吧 这份宣装令 你也签上名字吧 还有你们 一个都逃不掉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们还没有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好 谢谢 谢谢